大家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六 刚刚是两点钟左右,做完这个视频,我就去吃饭了 今天关于邓桂斯联合医院这件事 我们之前也说过,今天要做一个视频 其实香港的医改,已经很逼切了 现在这些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很多人手不足的问题,已经衍生出很多问题 无论对香港医护的形象,对医生,对护士,对病人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香港医改 应该是昨天做了,已经很刻不容缓 先说一下邓桂斯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邓桂斯是一个月形肝炎的大菌者 我们叫做B型肝炎 简单说一句,这种病菌 因为肝炎是最支持病菌生存 但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不死的 只能够压缩到某一份量 是不能杀他 香港有月形肝炎的人非常多 很多演艺界的人都有 没有什么药医力 只能够有充分的休息 不能够太粗劳 通常,如果发作肝炎 都是入医院或者叫你休息 但问题是肝炎本身是主要类毒的 很多人体重要的功能都在肝里面做的 所以肝炎一发炎 有很多明显的迹象 例如说 吃不到东西 因为肝炎发大 发炎肿炎 黏着胃和胰壮 就会顶着胃 吃不到东西 去不到厕所 简单说 他就没有肝炎 另外 因为肝炎会分泌黄素 整个人都会黄 如果严重的时候 眼会黄 面会黄 整个身都会黄 很清楚你的肝炎 因为月形肝炎本身不能杀死 所以是在病人 即是跟随一生 所以透过性接触 或者是 血液的交换 譬如说 接触到他的血液 或者是生儿育女下一代 都可能会有月形肝炎 大概月形肝炎就是这样 如果看来就是这样 就是说 他肝炎 如果肝炎控制得好 就不会肝炎 不知为什么他有肝炎 就处方 雷固醇的药 通常雷固醇的药 就是令到你 因為他发炎 所以可能他那个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 免疫 太过活跃 雷固醇就是令到他 没那么活跃 一般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不是长期服用雷固醇 你可能只是服用一个星期 那你就不吃了 比如我们有敏感的 塗雷固醇药 就立刻会 因为它会令到细胞 立刻像呆呆呆呆呆 那没有反应就不发炎 但是问题就是 他不是一般人 因为他有肝炎 你将他的细胞 減到呆呆蠢蠢 他就不能够 押住那些 月形肝炎菌 那月形肝炎菌 就会很活跃 正常 有月肝炎的人 很难避免地 所以一生人 如果发炎太多次 肝炎可能会有肝硬化 或者有肝硬化 当然不是一两年的事 可能是几十年 或者十几十年 才会这样 但是因为他有月肝 所以你一用雷固醇 他的肝炎菌 没有人按着我 就不断繁殖 嚴重地影响他的肝功能 他的肝就发炎了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件事我也挺有奇怪的 那他自己都会感觉 因为肝炎自己感觉 整个人都很黄 很累 去不了厕所 吃不了东西 那我不知他为什么 是不是 那 为什么会开错药呢 因为基本上 你用雷固醇 开药的时候 他会弹出来 告诉你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病人 不能有什么病 因为 如果你开雷固醇 而他有月形肝炎的话 你要多开药 让他的肝脏 不受雷固醇影响 可以压得住月形肝炎菌 但是他没有做到 可能过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什么叫肝衰竭和心衰竭呢 就是说 假如心脏 他觉得血液去不了所有器官 他就狂泵 他终不住 他太多了 他阻止不了 他心衰竭 他都一样 人的程式就是 他一定要尽他的能力 做到肝的功能为止 但他一直被细菌打 一直发炎 他一直做 做到他自己都衰竭 就叫肝衰竭 肝的功能 就急剧下降 這就是原因,其實他本身有一個機制,當他彈出來的時候,你應該看到 一個十年的醫生,兩位做過十年的醫生,是不應該疏忽這件事的 你有沒有肝炎,有沒有其他慢性病,有沒有血壓高,有沒有腎病,有沒有肺病 家族史這些都要問清楚,但是兩個醫生都留了 大家的畫面看到,政府醫院收買人命就不是說他醫死人,不要搞錯 而是說前線人員,因為我這幾兩年都出入很多醫院 如果你去公立醫院,比如說你去,特別是晚上 你去港華醫院,或者伊麗莎白,你會發現急症室和街症是打仗的 特別當有,比如說有些人是危急要certify,全部人都只等,那次我等了三個小時 我提提大家,如果你要去急症室,記得穿多一件衣服,因為他的冷氣很冷 前線人員是嚴重不足的,特別是急症室,戰場一樣的 那些你會發現,急症室的醫生是很年輕的,為什麼呢? 年紀大根本做不到的,年紀大只能像李寶春那些,看普通街症那些 你年紀大是做不到急症室的,因為是打仗一樣的 你進去醫院的馬房,一個馬房,如果在QE,或者港華,一個馬房,八個病人,只有一個姐姐 而一個屋內,可能有六七個馬房,但只有四個護士 那你想一下,人手有多嚴重不足 你不要惹怒那些姐姐,那些姐姐真的有份,你叫她抹屎,抹血,她真的頂你 因為她已經做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現在我有一個朋友,她五十多歲 去做那些醫療,即是政府的part time 基本上你懂得基本的中英語,她都請你,為什麼呢?是嚴重不救人的 大部份的醫生,她是當一個踏腳石 她三十多歲,就出來自己掛牌了 因為政府醫院是收買人命的 做到你混蛋為止,很多護士,她寧願去什麼呢?寧願去那些卓健 寧願,四萬一個月,她收兩萬 第一,可以照顧孩子,不用輪班 第二,坦白說,人都死了 所以,香港前線醫護人員的人手,是嚴重不足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去過私立醫院呢? 我最近去過港安,也去過法國 我發覺,是很好招呼的 甚至有些護士小姐走過來,你找什麼呢?找哪裡呢? 你見過那些醫生呢?那醫生是很放鬆的 那個姑娘也是很放鬆的,一點都不忙的 因為,沒有什麼病人 如果我們去街證看,去急證就100元 就來加了180元 那如果去街證,都發特通,都是四十多元 四十五元 但是,你譬如去港安,或者去法國醫院 我那次和我媽媽去看,就假期,就四百九 好,我們如果去普通,我們外面街證的那些私家醫生呢? 那都要三八九的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差這麼遠的就是這樣 因為,費用是很驚人的,差十倍 正正因為,香港公立醫院的人手,嚴重不足 根本就沒有想佛制度可言的 你只能夠,想,不能夠佛 因為,你都不夠人手了 你罰他,沒有了一個人,你就死了 是不是? 醫委會,行這些保護主義呢,是持久不到的 因為,當醫委會自己圍在一起玩的時候 坦白說一句,最重要就是,他不讓你引入外地的專措 其實香港有很多考牌的制度 但問題就是,如果他讓你引入外地的專措 例如醫生,專科人員,護士,或者其他醫護人員的話 香港那些就不值錢了 是不是? 即是,如果,他給一個,國內醫生,無倫你傑 都來香港掛牌的話 那個醫生,可能他收半價而已 但他已經很快了 但這樣會怎樣?影響了香港 所以你看到上一屆,梁家樓,不斷拉布 他拉布的原因,為什麼不讓你依改呢? 不讓你依改的原因就是,任何在立法會的事情 依改的人數是大多,醫委會的人數是大多數 你一定不會通過的 但問題這樣不是對市民是最好的嗎? 現在,我在香港這麼多年,看病歸,看病難 從來沒有舒緩過的 我同一個病,去同一個醫生 一年之後,他可以由390元加到490元 同樣的藥,同一樣的症,無可解,加價 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怎樣呢? 是不是? 大家不要忘記,他加了20% 20幾個% 你可以怎樣? 沒有監管,因為過不到醫委會 所以看病歸,看病難 年紀大的人,家裡比較窮 那些老人家,怎麼看? 對呀 對的長期病患,那些什麼人要拿藥 不然就是看政府吃吃的便宜藥 香港很多專業團體,都好像神秘堡壘一樣 比如大律師工會 比如醫委會 例如地产商会,全部你问他的东西,他只会他发放一些东西给你 但是你要知道他里面的东西,或者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件事在英国政府的时代,我觉得你这样做都情有可原 但是到现在,医委会还是这样的,还有那么多医疗事故,医疗失误的 居然还做一个这样的医委会,还可以自己一起玩的,我觉得不合适 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都没有华视权 政府都没有华视权,医管局都没有华视权 医管局在立法会里面都不能够做主要的Chair 你只能够管理医院 至于医生犯不犯了职业操守,是不是可以引入外地专裁 不单止医生、护士、医疗人员、后勤、前线 全部都不可以 有制度都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年纪大就会多病痛 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不迫爆公立医院 有什么办法不多事 即是你是一个医生 我知道有些医生 一个医生 他一天 都不知看多少个症 护士是由上班到晚上都没有空 然后下午下班 晚上再回 那你觉得会不会错呢 人都错啦 人都死啦 人工高 高也有命响 所以很多医生 去到30岁左右 就走出去外面挂牌 博博 现在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们即少去洗牙 不好意思 你去洗牙 如果你约繁忙些的时间 你都要等两个星期 因为香港人越来越多 但医生就没有多度 所以我希望今届医委会 真的可以通过 医改这个法例 起码打开些缺口 让香港可以引入 某一些医务人员 舒缓这个状况 如果不是 没得搞的 这些医疗事故 只会越来越多 但这些医疗事故 是可以避免的 坦白说 这些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为什么 看起来 看起来 凌光幕彈出来 他也没有时间看 十多年经验 不是很多 他每天做了什么 他都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看 居然可以 因为医生放假 所以不计划 都可以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条例 没有人罚到他 只有医委会自己罚到他 你觉得医委会不会罚他 是不会罚他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要体谅前线医务人员的新奴 一定是这么说的 或者最多 罚他停牌一个月 或者要 under supervision 最多是这些东西 你方会 不好意思 你永远都不做医生 停牌十年 你以为会吗 是不会的 所以我自己衷心希望 今价医改可以通过 最少 最少都打开了一个缺口 令到这件事有个转机 如果香港再是 看病贵 看病难 而前线人员 严重不足 我觉得香港再这样下去 会影响香港 在全世界的医疗地位 而对某一些香港的患者 老百姓去看医生来说 都不是一个保障 所以下面我写了 希望大家 赠医施药 慷慨解囊 希望可以捐钱给多些人 可以免费 看病 中医西医都不要紧 可以赠医 可以施药 可以帮他们解决 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 是长期病患来的 坦白说 你出生我给他 其实不够他买药 好吗 希望下一个视频 再和大家见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